重置層層,我那時候來迪安的時候覺得只要有一個人能夠來Motoro 我覺得很開心 結果來了好多人弄這個非常開心 驚喜若狂 那... 其實我們有四個人 然後我們已經開了一個Github的 repo 還沒有 readme,不過我們決定了 license 用GPU 然後我們 prototype 會用 firebase 和 react.js 然後我就直接在 GitHub page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關注 然後我們再recap一下 之前就說要讓大家有個平台在網路上打個有意義的比讚 然後稍微再解釋一下那個介面 可能就現在的想法就是找一些大家覺得有真點 可能討論起來有意思的文章 然後真的文章內容 然後建構一個介面 然後大家可以去對內容下評論 或是把內容某些段落連結到其他相關的文章 或是連結到相關的資源 然後文章上面可以下tab 整個就是時間 人還有利害關係的團體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然後可以有工具讓大家指出 大家覺得文章裡面可能論述有問題的地方 可能就是一些邏輯上的扭 或是論點上的過完整 然後我們今天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在討論 就是討論了幾個 因為討論幾個議題包括是怎麼樣 就假設要建線上的那個議論平台 要怎麼樣讓指導人能夠順利的加入討論 能夠好好就是 不能說快速 可能就是一個有效率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之前發生什麼事 目前的結論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討論了一個 討論的意義是什麼的東西 那就是有issue Taiwan的那個夥伴們 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就是有沒有可能合作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想到兩個平台 可能想要做的事情不太一樣 一個是跟政策 或是跟 等於說是跟在有急迫性的影響力有關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是想要經營長期的討論的社群 那兩個 我們最後就覺得兩個其實都很重要 那只是 或是說可能是想完成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做 然後第三個就是討論要不要規則 我們想說規則的話 那其中一個就是大家都喜歡談尊重 那我們覺得我們最尊重的第一可能就是 我相信你不是白癡 我相信你講過的話 畢竟是經過你的精密思考這樣子 然後 後來 然後就想到那個 AU之前的一段影片之前講到 就是無知、白目和資訊爆炸三個 公民資訊的三道牆 然後覺得這個尊重的話 可能就可以 address白目這件事情 就是它沒有一個建設性的討論模式 那至於無知和資訊爆炸這兩件事情 可能就會透過系統的設計 然後介面來解決 來試來一定程度的解決 聽起來就很像在講廢話 為什麼放棄網路審議的野生心得 就是後來就碰到了以昌 以昌就跟我分享他的野地的經德 然後成長也經過了 然後到了兩句話 然後最後我們就想到一個討論資料結構 那就是一個網路網上的就是有Node和Edge的資料結構 然後我們在閱歷子上討論要怎麼樣 怎麼樣那個紀錄 假設使用者對一個段落做標的時候 什麼紀錄這個段落 像什麼樣子 那之後就是又討論到了事件的發生跟紀錄兩個的關係 就是那你在很認真討論的時候就不能做紀錄 很認真做紀錄就不能討論 所以就蠻尷尬的 好 大概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明天會繼續